Hello,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擁有30多年歷史的 日式ARPG ESO 系列裡面最巔峰的作品 Eso 8, Dana 的穩替日 為什麼又說回這款遊戲呢? 其實 Switch 剛剛推出它的中文版 這款遊戲之前就在 PS3 和 PS4 推出過 這次這條影片就特意為 Switch 的用家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又或者你之前都玩過 懂得課的朋友,大家討論一下它有多好玩 喜歡我們的遊戲資訊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好,現在就帶大家進入這個無人島 蔡廉島的冒險旅程 第八集第一次推出就在 PS3 上面 畫面當然就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而這次移植到 Switch 畫質其實跟 PS4 差不多 這次Eso 8 又可以再次給大家帶著出去玩 亦都可以享有高清的享受 兼且是包含之前推出過的 DLC 另外聖優的陣容和 ESO 系列一直以來 能夠觸動心靈的配額是不會令你失望的 今集的戰鬥系統就是三人小隊進行冒險 我們可以按 Y 鍵轉換操控角色 其餘兩個隊友就由 AI 操控 可以按減好 選擇他們是攻擊優先 或者是專心閃避 每位成員都有獨特的攻擊特性 分為三雷 斬擊、打擊和射擊 對敵人有屬性傷克的效果 攻擊指令都是一些很標準的ARPG遊戲 按 A 鍵就是普攻 按 R 鍵再按 ABXY就可以使出技能 都是一些很簡單直接的攻擊系統 技能就可以在設定版面隨意轉換 草莫Extra 計量表就會有大技能使出 另外加上有兩個反擊技 在敵人準備打我們的瞬間 按 R 鍵就是Fresh Move 敵人就會變成慢動作 我們就可以迅速攻擊或者可以迴避 按 R 鍵就是Fresh Guard 還有無敵狀態之餘 攻擊會有暴擊效果 所以這遊戲只需要練熟Fresh Move 以及Fresh Guard 就可以挑戰更強勁的敵人 每個BOSS都有獨特的攻擊模式 都各有難度 可以滿足喜歡挑戰自己的玩家 又或者大家可能只想看看故事 可以選擇一些簡單的難度 甚至挑戰失敗的話 BOSS都可以再削弱給你打多一次 不過自命打機高手開遊戲前 當然可以選擇一些超高難度的模式去玩 任君選擇 講完系統是時候講講故事 YESO系列第一款遊戲就1987年推出 至今正統續作已經到第九集 除了前傳故事YESO此緣之外 其他所有作品都是妙者紅髮少年男主角亞特魯的冒險故事 雖然有連貫性 但是每一集的作品獨立來玩都沒問題 而今集第八集發生的時間就是接著第五集完結之後 所以時間逐一集都有機會跳來跳去 主角亞特魯當年就21歲 剛剛完成第五集的冒險 又打算節省一些旅費 所以就上了客輪輪巴底號 邊打工邊再搭上旅程 大家都知道主角永遠都是多災多難 剛剛那一陣就跟船長說 問一下這個島到底有什麼龍妖想去看看 船長就說那個賽連島我們不可以過去 最多給你用望遠鏡看一看 誰知隔了一陣海怪就襲擊客輪 結果客輪就沉了 所有乘客就衝上賽連島 展開無人島的生存故事 這遊戲好玩的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因為這個無人島 我們需要在島上找回船上的乘客 當然主角有少少言語都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各位乘客都有他們的專長和性格 在這個叫天不認叫地不聞的島上 每人都會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大家 好像愛麗森就會幫忙做裁縫 本身是醫生的基爾哥就會幫忙做藥水 薩哈德就會教我們釣魚和會加入戰鬥 釣魚其實是荒島生存遊戲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這遊戲的稀有魚是需要輸入不同的QTE才可以釣到 難釣的魚當然會有珍貴素材得到 還有這遊戲釣魚是可以開圖鑑的 喜歡收集類的玩家這部分就適合了 East 8不是開放的遊戲 除了故事發展就會解鎖更多區域 有時主要道路被阻塞是需要有足夠人數才可以清理 這裡就巧妙將故事推進和你找到的成員人數去掛鉤 不過其實都很善成 正常你開到的區域一定會找到成員 找到成員就會開到新區域 還有有時遇到的情況,那些成員都很有個性 背著我們的有錢人,他這次就不願意幫我們 我們亦都需要幫忙收集素材去興建設施 當島設施越多你就會有一種努力過後 大家互相幫忙激勵人心的感覺 雖然有點老土,但我們玩家是很容易代入成功建設島設施的喜悅 但是這遊戲就不只是玩無人島 故事的主線最重要就是島的秘密 自從登島之後主角亞特魯每晚都會發一些古怪的夢 在夢中經常見到這位少女,就是今集另一位主角丹娜 在我們這麼多位成員共同努力,萬眾同心地找方法離開島的同時 亦都發掘到這位少女和這個島的秘密 時空交錯的敘事手法會吸引你們繼續看下去 當然這裡要賣個關子 爆機來說,看大家手不手快,平均四五十個小時遊戲時數 說真的買得又是RPG,當然會做一些負任 增加各個成員的好感度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遊戲就更加值得玩了 Eso 8 被譽為Eso系列顛峰之作 很多之前未玩過Eso的朋友,都是由這一隻入坑 我自己由第三代玩起,其實中間也有斷過一下 而第八集真的是極力推薦 今次的遊戲資訊到這裡,希望大家喜歡 各位Eso粉絲想朋友入坑,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次遊戲資訊再見,謝謝,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